记录健康 为身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拥有窈窕的身材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但是如何才能够受得健康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健康减重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台湾传统医学会副秘书长 彭文雅彭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是联合报药组记者魏欣欣 主持人好 彭医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减重真的是很多女生的一个很热衷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哪一种行为最容易发胖 第一个是睡前吃大餐 第二个是早餐吃两份 第三个 餐餐都是七分饱 我们先来问 以薰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一 睡前吃大餐 为什么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睡觉之前吃东西 那吃完就马上睡觉 会就是身体机能可能在休息 所以没有办法去消耗这些热量 所以我认为是一 就是吃下去的食物没有办法去消化这样子 然后热量会囤积 没有错 萱玉呢 我觉得是三 餐餐七分饱 为什么 因为感觉它一直在进食 然后东西一直囤 一直囤积在身体里面没办法代谢 然后没办法代谢会造成树变 树变久了久之就会造成肥胖住 然后小腹也会突出这样子 对 萱玉呢 我觉得也是睡前吃大餐 因为通常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消化系统就是要休息运作的时候 排泄那个毒素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时候的话 它反而没办法好代谢我们的食物 反而它会影响到它的功能 而且我们也会造成脂肪囤积 你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 没有 有啦 就是通常在睡前吃的时候 隔天会水肿 对 是 所以彭医师 他们一跟三都有人选 我们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正确答案当然是一啦 睡前吃大餐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吃宵夜 根据研究是最容易发胖的一个行为 因为就像这个乙薰讲的 你睡前吃的时候 你吃的东西没有办法消化 之后就要睡觉 那我们的胃排工时间 理论上是两个小时以上 如果你吃的是像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像牛排或者是肉类 甚至喝一杯牛奶 那你在两个小时内睡着的时候 你的胃会一直消化 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功能 所以除了第一个 不会消化之外 影响睡眠功能 它也会影响到你减重的效果 因为我们中医有所谓阴跟阳的说法 那晚上是补肝气 然后补肾气的时候 那肝跟肾循环不好的话 我们的血液循环不好 然后肾气不充足 就是刚刚才是碰到这个 轩宇讲的代谢变慢这个问题 所以中医看减重这件事 会从肝 肥 肾 这三个脏器来处理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的正确答案 还是一岁前吃大餐 所以中医在减重上 非常重视这个健脾力湿的部分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脾胃的功能调理好之后 你就不会暴食 也不会这样子 餐餐的进食 因为脾虚跟痰湿结合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肥胖了 所以真是减重也是一门学问 大家来聊聊 你们自己减重的一个经验 音音 我就是之前我有到 就是国外去游学 然后那一阵子回来 就胖了大概五公斤左右 多久时间胖五公斤 我才去大概一个多月而已 真的 所以你的速度很快 很快 然后那时候正直发育期 然后每天 那国外的饮食又很 就是非常高热量 然后我就是那时候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又发现我的裤子就穿不下 然后脸又变得 就是跟球一样圆 所以那时候我就当下就立马想说 好不行 我一定要减肥 可是我是走比较健康的减肥方法 你那时候用什么方式 就是我早餐就是吃 固定吃五穀类的馒头 然后配豆浆 然后中餐就是正常吃 然后晚上就是吃烫金菜 然后配那种白饭 因为白饭只有半碗 因为人家说淀粉类 在晚上不要吃太多 可是又不能说都不吃淀粉 这样反而会影响它的代谢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 正常这样子三餐维持这样 然后再搭配那个运动 对 然后就这样三个月就瘦8公斤 三个月瘦8公斤 所以比你原来去国外的时候还瘦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再请彭一师一起帮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你们的减重方式到底好不好 宣昱您的方式呢 我也是一样是使用那个运动跟饮食控制方面 因为我大概到高中的时候 曾经最胖到70公斤 70公斤 对 那时候才意识到不行了 我应该要减肥 然后我就是每天 我运动方面是快走跟慢跑 然后饮食方面我是多摄取蔬果 然后尽量少碰淀粉类的东西 对 我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我是使用过就是类似它主打 就是排除那个树变 哦 就是你去买房间的一个产品这样服 那它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确实是有见到那个效果 那可是停了之后 隔一两个月就开始慢慢敷胖 那后来我也有经过朋友介绍 有使用那个糯米亭 哦 减肥药 对 它是好像类似就是说 抑制食欲的那种那种减肥药 那也是一样就是吃的时候有用 没有吃的时候对 就没有用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说 房间的这些减肥药 好像都不是那么有用 是 对 所以彭医师像他们有的是 透过饮食运动 甚至求助房间的一些产品 您怎么看 其实像茵茵跟轩韵 都是比较健康的方式 那我想问的是 茵茵那时候胖三公斤 是连胸围都变大吗 身材都变好吗 其实有 就是大腿跟屁股一定会胖 那后来这样减油吧 胸部也减掉吗 有 也有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大家常常觉得 少吃多运动就可以瘦 可是这样子瘦 往往会瘦到你不想瘦的位置 而且它会变成都瘦上半身为主 所以你的下半身 还是会维持在胖的时候 的那个尺寸 所以我觉得减重其实 运动也要运动到对的位置 我们临床上有发现 坐席正常 就是说 你一定要维持正常的坐席 就是白天要是醒着 然后晚上要是睡着 这种形态 你才有办法让你的下半身变瘦 千万不要牺牲睡眠的时间去运动 这样子也减不到你下半身的脂肪 再来就是像乙薰讲说这个 所谓糯米亭抑制食欲的部分 那可是你吃的时候明明就瘦了 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效 只是因为我们的口语没有办法克制 那怎么办 其实这次就是回归到中医讲说 脾虚 然后你有弹食的这个体质 所以我们觉得你要从体质调理 把你这个食欲比较好的部分找出来 但是因为说我醒着的时间太长 我必须要长期熬夜 所以我需要比较多的能量 那我可能正餐都不敢吃 别人零食就吃一点吃一点 这种饮食行为就很容易胖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减重它其实是一个身体在慢性发炎的一个现象 你身体发炎的时候你就会变胖 跟大家以前想说 我就是吃太多吃太甜 造成这个胆固存症要感受值太高 其实有新的理论发现说 就是表示你身体处于一种不平衡正在发炎状况 导致你身体以肥胖的方式来表现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观念提供给大家参考 其实提到这个身体发炎的这个状况 欣欣我们现在人很多饮食的一个坏习惯 有人说才是导致我们肥胖的一个主因 对啊 其实刚刚彭医师有提到 就是如果说我们只吃零食 那就是或者是吃很多零食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把胖 就是我们也有报道过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他可能因为要注重他自己的身材 所以他可能三餐都不吃 或者是说他三餐就觉得自己吃得很适量 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说 我怎么还是变胖 那仔细去分析他的饮食习惯 就会发现说他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在吃零食 下午茶吃个点心 或是觉得忙的时候可能两块饼干 或在办公室里面同事大家都很有爱 有了食物就会大家一起分 对 就一起喂食的结果 就会增加很多的热量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导致变胖 我也是常常发现那种隐形的这种食物来源 像门诊商有朋友跟我说 我吃的超清淡的烫青菜 我每天都是烫青菜 清淡吧 乌菇米 然后我就问说 那请问你烫青菜有加什么酱 没有啊 就是那个沙拉酱而已啊 对 就是不然这样怎么可能可以吃吗 没味道 对 所以就是看起来好像其实很健康 其实他沙拉酱一尺的热量还比这个 对 一尺大概就300卡 搞不好比那个烫青菜热量还要高 对 不知不觉其实还是多吃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了要满足这个口腹之欲的时候 您味道再调整其实无形当中摄取了很多的热量进来 没错 没错 老师有听朋友说吃甲壳树 然后可以带油脂 那是真的有效吗 彭医师 甲壳树 甲壳树是之前蛮流行的一个算是保健食品啦 它跟这个什么蓝枣啊 绿枣啊 还有非常非常多这个市面上有的没有的一些减重产品都常常并用 那我建议的原则是甲壳树其实它是一种就是没有办法消化的东西 它会帮助我们身体比较有饱足感 所以有的人没有办法克制食欲的时候 他其实会吃这个 它其实比较偏抑制食欲的部分 那排油部分就是说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消化的 所以你如果吃比较油的东西它就会排出来 所以有的人觉得说 我吃了油就会排油 感觉好像它可以排油 可是你要知道 它排出去的是你吃进去的油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三分之二的油还是自己吸收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 吃了甲壳树然后去喝橄榄油 觉得这样子好像是你可以排油 这就本末导致了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正途 像乙薰刚刚讲说可能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吃到一些可以帮助排便的保健食品 觉得蛮有效 因为感觉好像有筋有粗就会瘦 其实减重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 身体的脂肪跟脊柳的比例要对 如果你的体脂肪越高的时候 你全身的新人代谢是偏慢的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你像平常这样子吃 它体重也没有办法维持 它还会慢慢慢慢 一个礼拜0.2公斤的这个速度往上跑 提到这个吃后 大部分的女生常常会想说 我用吃来减重这样子 欣欣吃辣椒或是辣油这一种 是不是有人拿这样子来减重 对我们其实也报道过这样的案例 就是他们认为说 因为辣椒感觉很辣 吃了以后可能可以促进代谢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报道过这样的案例 就是它吃很多辣椒来减重 结果不过有点可惜 就是它的减重效果还没有达到之前 它就已经肠胃就受伤 它就胃溃疡了 是是是 好惨 对其实还蛮惨的 所以辣椒这种东西 它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辣塑 其实不只辣椒 像青椒什么它们都有 而且主要是在皮的部分 而不是在籽的部分 所以会辣的地方都是在那边 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 因为台湾的气候比较潮湿 吃一点点辣或浆这种东西 可以帮助排除身体的水分 这样子你的代谢会比较快 但是就是像刚刚讲的 你可能会伤胃 所以吃辣椒的意思是新鲜的辣椒 而不是辣椒酱或者是辣油 那个的热量反而是高的 达不到减重效果 所以减重的方法真的很重要 用错方法可能会让你越减越飞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你 谢谢大家 延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午前期再见 我看到没有没有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 我 我